两百块钱一个 两百块钱一个还不贵呢 那这 哎呀妈呀 这在美国都说是 在什么地方都挺不好买的 走的一传门传门比零呀 不是 哥他说你就 我就信了 那对呀 那不信了 问到王大哥到底买过多少东西 王大哥说了 这可真是数不清了 这啥我都忘了 安棉符吧 自己都忘了 忘了 现在就买棉符了 那都是好 那个料都好的 五方面料啊 什么料呢 五方面料 那是啥呀 防风防水防污 那这五方的 就是那个油盆 就像咱们说 你这胳膊绣子都不带湿的 拿湿的都不沾呢 王大哥平时深爱电视购物 而且逃到了很多的宝贝 这不像咱们红娘介绍起的 自己的五方面料产品 你就慢慢倒 我撑了 我倒啊 你倒我撑了 都湿了累死了 哎呀湿了 湿都咋的 你倒了 真是 倒 不沾 这不也有水吗 那这才能掉啊 这好像不是那个 这好像不是那个 真不沾 王大哥说 自己愿意买东西 而且电视购物节目 成了每天 无论去哪回来 都要必看的一个节目 不论到哪一圈 回到家了 电视购物 先看他 看一眼啥呢 那完了你看定期点 准备了 三十五开始一直 看到四十一 对吗 那你看你这些衣服都没拆过红包 或是裤子连试都没试过 没事 都不知道合不回事 合试 那没事他 一米零五到一米我就好试 那万一胖了一点 或瘦一点有的码不准 这都是那啥的 瘦咖啥的 这都是这 还戴裤鼻子 还戴那个 后约的 这都是 这都是那个 有啥的 有弹力 有弹力的 这都是 那要预生那种没弹力的 像这衣服 这衣服先拆了 没拆了 不少没拆的 那你穿不了这些 你还买这些啊 买这些白家伙 哎呀 哈哈 王大哥说 平时这电视购物 一年就得花个一两万 但是自己平时 不爱抽烟 不爱喝酒 电视购物 成了自己唯一的爱好 不过王大哥也说了 自己啊 能花也能挣 我跟你说 我一身的本事啊 咋的呢 我72年我就开始 那像是高中没念完 我就上加弹 永迪县成立的 能机校 我是什么炼龟 推土机 大交轮 就是农天的车 没有我不会开 哎呀 最后我又是 回到家 完了我就上社企 我就干十多年 水电汉 全景车床 我全 我自个都有过 全会的 全会 社企黄了 我就回家种地了 回家种地了 我也 我开修理铺 磨米 两个加工 就像往常 干的你 我也干那个 那其实咱们现在 能这么花钱 也是因为自己 有老伴 那一定是 年轻的时候 自己只要能干的工作 全都学会 自己也开过 粮食加工厂 修理铺 而家里的地 一直都是老伴 负责中 本来以为日子 可以这样安稳地 过下去 可就在这时 老伴被查出了脑穴栓 他得的 开始得的是脑穴栓 脑穴栓 后来三年 到最后那年吧 我就转心衰了 心脏衰竭 老伴去一下 心里这个也挺难受 哎呀 别提 难受就没办法 咋着 那时候啥感觉 哎呀 那感觉啥 那啥感觉 哎呀 不想干啥了 什么 一样这样 死了也死不了 也挺难受 现在的王大哥 也有些后悔 当初没多陪陪妻子 而现在王大哥 只想找个伴 两个人一起好好的 互相陪伴对方 那咋也得差不多 有演员呗 但是比方说 成型过热的那样的 哎 但是得互相得有一条 得互相包容啊 对不对 你别 三句话不来 你先鸡眼来脾气了 那就不好吃了 现在的王大哥 想找个陪伴自己的伴 而且性格要好 于是红娘想着 带着王大哥 去郭大姐家看看 看看郭大姐 是不是自己 想要寻的那个她 哎 来 我先进了 来 先进吧 来 来 来 王文秀王大哥 哎 你好 谢谢郭大姐 我姓郭 我叫郭小姐 我觉得这人还 还行吧 差点不远 差点 罗郭 初见第一眼 王大哥觉得郭大姐 有些罗郭 演员差了点 但自己特意来到了吉林 想着还是聊聊再说吧 你老伴去世多长时间了 哎呀 四年了 你没有演去世了 去世四年了 我们那去世 十多年了 就这样 大姐和大哥都是丧偶的 大姐之前那个爱人 是得肺癌去世的 完了当时的时候 为了给他治病啥的 还把房子都给卖了 对 那个有病家 没说吧 把那个楼卖了 他是白家 卖的是房票 公产 不是失产 他有病之后 我已经一个老白家 也没心想能死 现在又能好 不更好吗 现在把房子卖了 给他治好了 谢谢 确实 听到了郭大姐 为了丈夫 把房子都卖了 这让王大哥 对郭大姐的人品 表示认同 而一直对王大哥 印象还不错的郭大姐 也又主动问了起来 你自己一年种地啊 自己争利 你有多少地啊 两种多地 两种多地呢 大概自己种 我老伴去世之后 我就自己生活了 别人我说 不是不找 想找 没人家过 你爹一条件 好像还不如你 老农村 农村两种多地 一年也不少卖 也不少卖钱 那这两万多钱好看 谁哪有这事 还两万多钱 那不可能 哪有两万多 两上多地 最起码得四五万五六万呢 去了生产费用不得 卖地这一块 绝对是不是 因为两上多地 我宜家 我那个 我那个表弟 人家去年卖薄米 人家也两上多地 卖四五万 所以他不说实话 你知道吗 不实在 我觉得这不太实在 你钱一样 炫不炫耀 那没用 多少 深夜 春天 天大午 那有啥留不起 面对王大哥 收入方面 郭大姐觉得 王大哥没说实话 觉得大哥不实在 而王大哥认为 钱没有必要 说出来炫耀 以后过日子上 就能看出来了 但既然大姐 在意这个问题 王大哥也决定 交掉石底 我养了一个四五项 农村的那个四五项 设计的汽车改的 我一般给谁 拉一趟活一天去 一般的四百五百 一般在我们 跟前有工程干活的 一般都是五百五千一天 工程 那大哥 你的收入 其实挺不值 那也得 那我说 你还没老实话 没有意思 那刚才大姐 觉得说 刚提对 说大姐 大哥他没说实话 那差不多 看着两个人越聊越好 郭大姐也主动 说起了 自己有饥荒的问题 我闹到我说 我有机会 就是海大爸有病死 拿一部分机会 我还了一部分 现在还有五万块钱 因为我换钱的 我不是说 就是咱俩是闲绕坑 就是咱俩在一起的 我也不是说 你必须得帮我还 这机会 是不是 平安心 对 反而我就是咋的 我就 昨天也说了 我说我一月 这不开两千一百块钱吗 我拿出 拿出一千块钱 越来 还机会 你看这样 然后如果要行的话 咱俩就继续交往 那我这样就说 就是实战 咱俩毕业 比较比辣的 平时呢 我按照理说法 得不说 五万块钱 我真不能干 没关系 我说的 我不是说找个对象 就要他必须把这钱给我还上 要人家替你给我还那个机会 我说我找个老伴 你有心里给我还 那我也没见 你不给我还 我不能去逼你 你必须得给我还这个钱 人不能那么做 那你大哥说的这话是挺安心的 对 他说的话挺真的 我心里边挺感动的 王大哥表示啊 如果真在一起了 五万块钱 自己可以帮大结婚 而郭大姐也觉得 王大哥说这话 让自己很感动 就在两个人落得正好的时候 王大哥突然提出的一个问题 让场面顿时尴尬了起来 你几个孩子 我就一个姑娘 没结婚 还没结婚 之前他夫妻有病嘛 完了就是之前出那个对象 出了不到七年吧 用我买房子 完了在家 他爸老催他们结婚嘛 完了男王家就有点 意思太着急了 就用这个 公元一气之下 就分手 然后再找一个不顺心 找一个不顺心 就拖了这么长时间 我真的挺负担 你现在一般老年找的 像孩子不结婚 这不要不找啊 姑娘还没找对象呢 这个吧 我有点不大概得想 像找的 你比方说我老儿子结婚 你比方说你得了 我也不饶着你 你看那儿子和姑娘两码事 你知道不 我姑娘结婚 我不需要多钱 你儿子结婚 你姑娘管 你要车要房 那是对 那是对了 对不 像我姑娘要跟谁结婚 我就买房就行 那我还是钱嘛 那也是男方给买 不是咱们给买 是啊 你男方买 那你呢 你最起码 你大妈也不能过来 王大哥觉得孩子没结婚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接下来 王大哥又说的一个观点 让一直对王大哥 印象不错的郭大姐 不乐意了 具体咋回事呢 广告回来 咱接着聊 如果比方说 现在都听好在一起 生病了 比方说我生病了 我也不用你送了 你该说中你的地了 我就回我儿子去了 你也生病了 我也不送你 你也会该回去 攻击回去攻击去 我是这么打算的 那你为啥有这种想法 那你找找伴 那个胡乡之间 不都有赵 哎呀 怕钱啊 不是怕钱 现在钱都有那个低宝 那个什么安逸 那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呢 都有双宝呢 这种想法 那就是免去到老了 还得更伺候你